从朝鲜逃亡的韩国女演员朱顺英近日在KBS2TV电视台的一场娱乐节目中会议起在韩国的生活 朱顺英在朝鲜市专门演金志诚第一个妻子金正书的特型演员 在朝鲜享受一号工薰演员待遇 是当时朝鲜的国宝级演员 十多年前他逃出朝鲜来到韩国 自爆出到韩国时因为被欺诈欠下两亿韩元 约合人民币1100万元高利贷 朱顺英表示当时自己根本没有能力还这笔钱 而这时刚好有公司联系他 称如果愿意拍罗提写真就可以支付他一笔可观的酬劳 因为走投无路 朱顺英无奈的接受了这家公司的记忆 耗费两年时间往返日韩两国拍摄写真集 朱顺英表示当时自己儿子得知了这件事 儿子以家人的安全为由拼死阻拦 而他觉得以自己的身份拍摄罗提写真 很可能会危及家人的生命 最后只发布了尺度较小的几张照片 这也让人联想到日前朝鲜歌手玄松月等 十多位朝鲜著名艺术家涉嫌没被金正恩的指示 制作销售淫秽物品 于2013年8月20日